注意看,眼前这个男人,在自己飞黄腾达后,不但没有带他的兄弟们吃香喝辣,反而贾借请大家吃酒之名,找人将兄弟们狂揍了一顿。 男人高求原本是驸马爷王太尉的轻随,一次偶然的机会,高求碰到了喜欢踢球的端王爷。 他凭借踢的一脚好球,伸受王爷殿下赏识,于是,端王爷就把他从王太尉那里给挖了过来。 这天,高求正陪着王爷在院子里踢球,王爷感觉累了,于是坐下休息。 高求连忙上前伺候他,一边给他递手怕擦汗,一边又给他倒茶,嘴里还不忘拍王爷的马屁。 突然,王府管家前来禀报。 殿下,我不就人找高求。 高求听了,一连猛闭,心想会是谁呢? 当他正犹豫时,王爷让他出去看看吧。 高求来到端王府大门口,他环顾了一下四周,发现并没有人。 于是,他准备返回王府里去。 可当他转身刚走了几步,突然,从石狮子后边跳出一个人。 二哥,高二哥。 原来是之前的兄弟来找他。 兄弟告诉高求,有段时间没见了,兄弟们都很想怕。 于是把躲在影墙后面的其他兄弟们,都叫了出来。 兄弟们看到高求这一身衣着,都赞不绝口,非常的羡慕。 高求听了大伙的称赞,脸上写满了得意。 而王府大门口这七嘴八舌的动静,也吸引了王府管家的目光。 此时一位兄弟提议。 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。 对啊,我们才可以。 高求回头,发现管家正在观望着这边。 他陷入沉思,心想兄弟们在王府门口吵吵闹闹的。 影响不好,得赶紧想个办法让大伙离开。 于是,在兄弟们满怀期待的眼神注视下,高求有了一个好主意。 他告诉兄弟们,明天请大伙到酒楼吃酒。 兄弟们听了,都很高兴。 于是,大伙都拾取地离开了。 第二天,兄弟们早早地就都到了酒楼准备,并让店小二准备了满桌的好酒好菜。 可大伙等了好久,高求一直还没到。 当大伙都以为高求不会来了的时候,高求从楼梯上走了上来。 兄弟们见到他来了,都纷纷起身向他问好。 大伙都非常的高兴,可他们马上就高兴不起来了。 你们听着,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,再谈相扰,送你们下楼。 高求回到端王府门口,正好碰到王爷有事出门了。 他从王府管家那里得知,原来是皇帝驾崩了,王爷要进宫去议事。 高求万万没想到,自己很快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